三四百名的黑衣人的画面 同时我们独家捕捉到数十名的标载 不断在现场立法院内来测试 这些现象警方真的都很难控制吗 而在今天立法院的议场内 我们看到针锋相对 段宜康秀出警方攻击的照片痛骂 这个不叫血腥镇压 那么什么叫血腥镇压 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的官员们 呆呆那么站着哀训 只是我们看到在台北市方面 又是议员举行记者会 说暴力驱离的影片当中 莫名其妙消失了四分钟 今天我们看到中央有王卓军的说法 台北市政府 有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的说法 只是王卓军告诉我们说 没有打民众的头部 如果刻意打到头部 今天的结果不会是这样子的 包括台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长 方养林都说 一切符合程序 所以我们今天要还原现场 我们邀请到几位关键性的来宾 三二三公占行政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么重点是 警方执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检讨的空间 我们重现画面 邀请在星期天晚上 在现场目睹整个过程人员 来到我们现场 来告诉我们 同时在网络当中 您看到 时时多多的一个画面 不断在网络当中流传 那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 在网络当中 他标出了 那破出一个标题叫做 我在现场 我亲身经历的那一页 他说经过了一天之后 他很累 但是他说 他真的看不下去媒体了 他说没有一个媒体 写到事情原本的真相 所以他决定要说出来 真相是什么 今天马英九总统 在国民党中常会告诉我们说 所谓外界质疑的服貌 审查黑箱 他说这是有史以来 最严格的审查 最新的进度是什么 今天现场为您邀请到 在我身旁 这是来自于台北大学 法律区一年级的学生 赖品云来到我们现场 赖同学你好 主任好 大家好 好 那么在赖同学旁边 这是政治大学 法律区三年级的同学周诗宏 周同学你好 主任好 好 观众朋友 在我们现场当中 昨天太阳花医疗 志工团队的黄医师 来到我们现场 提到当天晚上 为什么这么多医师会落泪 他提到他目睹了整个经过 而接下来我们邀请这位来宾 那么他来到我们现场 他也要告诉我们 他所看到的真相是什么 这不是江院长告诉我们说 这绝对不是血腥镇压 那他所看到的画面又是什么 这是太阳花医疗志工团队的医师 史书华 史医师 来到我们现场 史医师 晚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欢迎国民党集地法员林国正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大家晚安 好 财经专家资深的政治评论员王洁明 大家好 我们欢迎领奖集地法员李俊逸 小军好 大家好 台南市议员王定宇 小军 大家好 前时报这关总编辑吴国栋 小军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我们就来看 立法院在今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火爆的场面 官方的说法很关键是警政署长王卓军 在今天立法院备训当中 问到了当天学生会冲入行政院 是因为王卓军调派的警力 分配不均出了问题 所以恐怕会追究真相 我们看到王卓军署长今天的说法 这是苹果日报在今天下午 所剖出的一个报道 没用警棍K头 王卓军说谎 证据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持续有画面要播放 这个清晨行政院会的驱离学生 跟民众出动震报警察 王卓军署长今天 接受民进党集地法院邱志伟 执询时表示 当然没有打民众头部 如果刻意打到头部 今天结果不会是这种结果 不过苹果取得 依周刊拍下的影片 证明王卓军说谎 影片确实录下警察 拿着警棍打民众头部的残忍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稍后以停格的方式 为您播放 但是这个地方 我请教的是王定宇 那官方今天出现的这些说法 那问题是真相是什么 事实又是什么 真相 现在大家都以为 讲谎话讲很多次 真相就会不见 大家以为这个时代 还在像BB Code的时代 大家都没有记录 我这两天看 听到一些东西 比方说 那天在行政院一开始 有人说 江仪化院长的办公室 被他闯进去了 下载了资料了 事实上是没有 有人说 学生搞破坏 拆行政院的椅子 事后发现是 警察为了攻坚 拆行政院的椅子 有人说 江仪化说 国民党的立委说 警政署长说 我没有打学生的头 我没有要刻意打他 江仪化也讲说 我是拍拍他的肩膀 轻轻一拉 他们就离开了 通通都没有 如果通通都没有 这种相片现在网络上 到处都有 江仪化 你不是自由派 但最起码是个学者 Google会用吧 这相片都有嘛 学生的脖子 你看这个学生的脖子 被用那个抓流浪狗的 那种套绳 套在脖子上面 然后用奇眉棍 绑着那个套索 硬拉起来 我们不是反对警察 执法 远警要执法 我们OK的 但有个东西叫 比例原则 闯红灯 开红单900到1200 这些人 你们两个人 三个人一拉 就可以抬走了 有必要用捕狗绳 有必要用奇眉棍 有必要用盾牌 有必要用这种甩棍 从他们身上打下去吗 而且他们不是 共证行政院的人 他们是坐在外面马路上 双手举高 高叫和平 请警察退后 说我们没有要攻击 有一个人丢了一瓶水而已 有人像他讲说 不要丢水 有人行警在收证 我们是和平的 这些孩子什么都没做 他们坐在地板上 纵使你认为他违法违规 比例原则该这样做吗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很多人 怎样睡不着觉 我也怕到一些医师 从现场撤出来的 哭啊 不认识我 不认识 这些流血人 我们都不认识他 我们都不认识他 这些孩子我们都不认识他 他们是懒的 是令我不知道 我请所有来宾在秀这些画面的同时 我们还是做一点点保护 因为尺度的关系 像我们这些画面 因为说真的 也许真的是为了呈现真相 那么逼不得已 我们现场 来 王电影继续来 我真的不想去秀这些相片 但如果今天堂堂一个全国治安首长 警察首长说 我们绝对没有拿警棍K 学生的头 你可以这样说谎 那我不晓得我们国家出了什么事情 如果有基层援警执行错了 把他找出来 依法律就办 将来不要再发生 可是我们这个国家上至总统 来到行政院长 一直到警政署长 每一个都在说谎 而在街头上的成千上万的孩子 每一个都知道真相 你真以为你们政权可以安心吗 你真以为政权靠说谎保得住吗 江院长第一时间说没有血性镇压 那今天我们看到相关的官员 已经出现一些说法 石医师您当时在行政院 您是 你也在现场对不对 我那时候在现场 你在现场 您看到的是什么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那一天的 因为我刚才有请你们做了这个地图的部分 可以请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行政院的话 原则上它是在这个区块 在从林森北路到中山北路 到北平东路到中校东路这个地方 那一开始我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 我没有一开始没有进到行政院里面 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 部队已经都集结了 我知道进去是不太妙的 我们是在外面有先设立医疗战 我们在这边在中校东路上 跟林森北路 北平东路这边分别设了医疗战 那一开始我们看到 就我所知那时候记者已经都撤出来了 我们一开始进去的医师也被挡在外面 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看到伤患出来 那我们看到伤患出来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官员说 没有血性镇压 那我不知道我们救的那些人 他们是怎么回事 总不会是自己撞到头 那刚刚 宏定宇秀的那些照片 因为他秀的这些照片原则上 大家也都看过了 所以我也不用特别再拿出来了 那我们我在现场看到的 我讲究医师 我稍微念一下 世界医师会 关于武装冲突 以及其他暴力情境之规范 我们有权进入有伤患的地方 有权要求提供民众人道救援 我们拒绝服从非法或违反伦理之命令 应求当权者尽力寻找伤病者 并确保伤病者接受 不受歧视之医疗照护 可是我们碰到的状况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那天在北平东路 这个地方 跟林森北路的交借口 这边有个医疗站 我们那天在这里 我们一直没有接受到相患 但是我们一直一直听到救护车 一直一直听到救护车 在忠孝东路 以及天津街这个地方 那我们那时候 救护车就是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相患 所以我们那时候本来要撤站 我们要换到忠孝东这个地方来 那时候有一个救护员 这个EMT的大哥 那个消防队的 应该是救护车的EMT大哥 他跑过来找我们 请求我们支援 他说在天津街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相患 需要我们去帮忙 那警方有开到 让天津街这个地方 他们救护车可以进去 所以他们是直接进去 把伤患运走 但是他需要我们继续帮忙 我们这个地方的医疗站 有16个医护人员 那他过来请求我们支援 我们当然是OK 我们马上装备拿了就是冲过去 但是在这个路口警察 是把我们挡在外面 他说不行 那这个救护员大哥 也赶快急忙帮我们联络 他们那边的长官 那看能不能帮我们 赶快让我们进去 但是他一直被警察挡到外面 我们大概delayed了 大概将近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我们大概将近半个小时 我们知道大概没有什么希望 我们那时候本来要撤离了 我们在北平东路跟林森北路 这个交界口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群警察拿着盾牌 挡在那边 我们有民众大叫 有人昏倒 我们赶快冲过去 有一个人 他的头部是受伤的 然后意识不是很清楚 他从警方的盾牌中间爬出来 那他身上是有多处的挫伤 然后头部有这个重疾的 这个盾气的伤害 那他意识已经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有大概跟我们讲说 他被用盾牌攻击头部还有肚子 还有背部 然后被拖行了一阵子 所以他的手跟脚很痛 我们刚才是尽快帮他做处理 然后直接送医 那是我在现场看到的第一个伤患 其他的伤患我还没有看到 后来这个伤患 我们赶快帮他处理完之后 我们这边撤站了 因为没有伤患再出来 天津街这边他们也不让我们进去 所以我们就转移到 这个中校东路的这个医疗站 我们现场有六十几位医疗人员 可是我们忙不过来 六十几个还忙不过来 那我们当然就是来 然后就是有病患出来 我们就是赶快接 然后赶快叫救护车 一台一台把他送走 那天EMT的大哥 这个救护员大哥跟我说 他从来没有把病人送到中轮医院去 中轮 对 因为所有的医院都满了 放不下了 放不下了 而且我们看到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部分还算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苹果的记者 有过来跟我们联系 他也很生气 他说 这个根本没有新闻自由了 记者都帮我们挡在外面 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记者全部都被挡在外面 那里面可能会蛮严重的 那我们到这边 后来我们到这里 我们有 我有跟一位台大的石教授 我有载到行政院里面 我们再去看 包括我们有医疗团 我们那时候有医疗团跟人权律师团 他们有进入到行政院里面 那这个我的同事是有被威胁到说 你们现在要离开 你不离开我就给你上铐 你不离开我就给你上铐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完全违反了 我刚刚念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世界医师会的关于这些规范 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是医疗中立 我们不分别 我们不会去分你这个病患是民众还是警察 在这个事件冲突一开始的时候 有警察受伤 有警察受伤 我们的医师马上是爬铁梯冲到二楼 冲到二楼去把这个警察救下来 然后赶快帮他救助 我要讲一下那时候的民众 那时候的民众很多 警察还比较少 尤其有警察受伤 那时候的民众是大家让开 一起喊 让开一排 大家拍手 让医师把这个警察 受伤的警察送出去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想到说 后续会出现的 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 我们很难 接受的就是说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当然知道说公权力你要执行 那你说这样有没有执法过当 我想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想也不需要去多做解释 但是我会想说 这些警察同仁们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我第一天就在立法院的现场 我也看到很多警察同仁们 我只要看到警察 我就跟你讲说你们辛苦了 他们有些也会会我们回应说 您也辛苦了这样子 但是我知道你们真的非常辛苦 你们是十六个小时一班 你们轮一班就是站在那边 都不能动 那但是我不觉得对于人民 尤其是这些民众 他们手上没有武器 他们没有任何的武器 他们的高举的双手 手勾或者是手勾着手 坐在那个地方 他们没有武器 那你们刚刚看到的影片 看到的这些画面 这些血腥的 可能不堪入目的画面 我说真的 这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没有当晚我们看到的这些的 你刚刚讲到你看到第一个 那后面你看到的伤势 又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为什么 那伤势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在强制驱离的过程当中 会导致头破血流 为什么 我们后来这边看到的其实 伤势没有像这个 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么严重 因为我相信我们那时候 比较严重的 都直接从天津节这边送走了 所以为什么救护员大哥 需要我们去支援 因为那边都很严重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过去 所以我们这边接到的是 相对可能没有这么凄惨的 但是可能很多是脚断掉 脚断掉还算不惨啊 被盾牌打断的 脚断掉相对是轻微的 相对于你头破血流 或是我有一个学长 人是当时是在现场里面坐着 他跟他太太一起 他只记得他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医院了 那个时候有警察请他要先离开 他已经起身要起来准备要走了 然后再来他肚子被打了一拳 然后头被打了一下 他就晕过去了 所以他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听到我们其实非常心痛 我们听到其实都非常心痛 所以我们现场看到那些学生 或是这些民众 我说真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 一个一个被抬出来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把他 赶快做一个救助的动作 然后赶快请救护车把他送走 我想依你的专业 这是在一个执法的过程当中 造成的意外吗 还是你认为就是执法过当 依你专业 看他们的一个伤势的情形 就法律而言我们不懂 我们也不会去认同说 你去占领行政约是对或是错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比如说头部的 是可能不小心去撞击 还是说所谓 因为我们看到他手无寸铁的民众 然后面对的是手中有一些武器的 对 这你以你的专业 他的伤势状况可以判断出什么 当时发生的状况是什么 其实那很容易理解 就是那个伤势 我想不用我们专业去判断 你一般人去看 甚至小朋友去看你就知道 那个伤势不会是 你自己去撞到头边那个样子 那你头破血流 或者是说你整个头是整个肿起来 那种看起来不见得是这种颈棍 可能是额眉棍或者是盾牌 那原则上 为什么全部都集中在头部 我看到一连串 就是他清空媒体之后 出来的通通血流满面 都是集中在头部 为什么 这个可能就要问警察同仁 他们的训练是怎么样 是不是直接攻击头部 因为攻击头部原则上最有效 最有效让他立刻 可能就乖乖 立刻又失去意识 或是失去反抗能力 对 那我们看到很多是头部的伤 或者是脚 脚的伤通常都蛮严重的 我请教是郭政凶 你这边所了解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到底有没有执法过当的问题 我想我们的长官 包括行政院的院长或署长里面 他们认为说用血腥镇压 这四个是或许说太过于手动 但不可会言 刚定于跟这几天在脸书报纸所登载的 很多人都是血流满面 这是事实 我想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事实 那我所了解的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思索说 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那我得到的讯息 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 但我侧面的了解是这样 就当天大概在七八点的时候 行政院被攻陷 但行政院当时其实警政署 大概在那几天就有得到情知 有可能会去攻行政院 那行政院的院本部 其实有分成四个区块 四个区块 比如说一二三四四个区块 是由四个三线一线的警官 各担任指挥官 但是这些指挥官的过程里面 有些指挥官不进着 他认为说我架起了蛇龙 架起了巨马 架起了铁丝网 学生不可能去冲破那个铁丝网 跟蛇龙去冲进去 所以刚好碰到那个交接班的时候 能力上没有到位 这是第一个问题 能力没有到位 第二个到位的警力 却没有配备相关的装备 所以当学生把蛇龙翻倒了 冲军去到行政院刹那之间的时候 那些警察挡不了了 都冲到行政院院区里面去了 接着马上通报了 我所了解听说王卓军 自己调兵遣将 他已经不再相信台北市守在现场的有几个分局长 就开始自己调兵遣将 调完警力部署以后 才把指挥权交给台北市警察局 小军我想说我们这里面有几个议员 像发生这种状况 最前线的指挥官 就是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长 国东大哥应该很清楚 绝对不是警政署署长在做指挥 但是发生到有人血流满面 甚至有人拿钢棍去攻击我们的学生跟民众的时候 这已经刚刚我想所有包括石医师定理都提到 没有人会否定或反对说警察 依法行政去执行侵入 但你不能违反比例原则 不是有过当的行为 接着我所了解当天晚上 王卓军其实相当的生气 认为说怎么出现到整个警力没有到位 跟装备没有到位的问题 听说有去责备了一些首长 警政的首长 警政的首长 我今天又有去问警政署侧面的了解 王卓军怎么下达指示 听说王卓军有下达净空 就是要驱离 要全力把它驱离 郭政兄 你今天我给你插一句话 基层警员现场讲 我在某个时间以前 没有清空 回去吃自己 所以定义 就是下令 你有听到这个吗 现实清空 有人讲六点 有人讲四点 有人讲八点 我不知道 但是基层警员 我觉得基层警员 如果没有动手做筷子手的 我觉得我可以谅解你们 但我在讲 他们接到一个指令是 我老板好像是为了工作 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所以定义下令了 我现在要讲的 是这样子 当时候里面 我们今天就问署里面 你们有没有下达几点之前 要把它净空 署里面是说没有 但是我判断 我跟定义的相反一样 一定有长官下达指示 因为隔天行政院要上班 你没有净空 怎么可能呢 第二个 前面因为能力没到位 交接班能力没到位 警备没到位 被长官高层长官 练了一顿 所以署长练局长 练副局长练副局长 副局长练队长练队长 队长练什么东西 练所长 所长怎么样 去练道场的警员里面 怎么装备都没有到位 在那种情况之下 那个氛围 我个人感觉 这次里面 值得去深刻的检讨 觉得去深刻的检讨 不是 你认为他一开始 情资没有掌握失控之后 有掌握情资 那不是那你演变成 警方就抓狂了 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 刚定义跟我们的判断里面 为了整个在即使 在比如说隔天早上 六点或七点之前要净空 但是到三点四点的时候 你看人还不少了 那为了完成长官的交办任务 他怎么办 只要用最震撼的方式 去操作可能一个 执法比例的原则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种情况里面 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里面 我觉得刚小军一刚开始解决就提到 我们的警察 有没有止瓦过当 这些止瓦过当是系统性的止瓦过当 还是个别的 是少数的 还是多数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 国会一定会深入去追究这个事情 但是整个镇报警察未来在面对的 我手上有一张这个图片 这是1998年520农民运动的时候 你看也是棍子 额眉棍出动了 喷水杀水车了 但是这个面对是什么 是当时候情境里面是有人去参加的群众是带砖块 带石头 带那种攻击性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 我想小军刚刚也提到说 其实很多的学生是坐在行政院院区里面的静坐 当天晚上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跟当天你面对镇报部队 面对到的所谓的群众是带石头 带砖块带攻击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司法面对的对象 我觉得署长包括以后我们所谓的保育总队 保育总队都应该在这一方面里面 你的对象是谁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里面都应该把它搞清楚 我想 俊逸大哥 今天在立法院里面也看到官方的说法是这样子 我实在是很不忍心在播放这个画面 但是为了寻求更多的事实的环节 我们再来看 这是大约两分多钟 那么我们自己拍摄的画面 包括网络当中的画面 我们来看这个现场 我想请教俊逸大哥 官方刚刚一开始 他是要媒体留下 媒体留下 那包括就是警察后退 警察后退 然后捍卫自由 捍卫民主 包括退回服务 那这夹杂的很多的哀嚎 哀嚎的背后看得出来他们的惊恐 我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有一些擦枪走火跟意外 可是我们很担心的是 国家的公权力会不会在这个次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执法过当 但是关键的是 今天有看到 你如果真的有执法过当 要有一面对事实 官方的说法 人民可以接受吗 今天我们在立法院 从头到尾咨询 我们发现两个重点 刚才郭振兄其实说明了一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 他其实有两个场景 第一个部分是 为什么民众冲进去 冲进去 王州军证实说冲进去是7点15分 而且冲进去行政院里面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镜头 说有人上办公室 然后开始翻东西 后来的清查 上楼的总共几个人 63个人 然后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后来出现这些伤患 这些头破血流 然后血流满面的 统统不是这63个 63个人 没有一个人受伤 后来被驱离出来 那受伤的人是谁 受伤的是这些 坐在行政院广场底下的 很多很多 后来去的这些群众 然后坐在那里 高喊和平 高喊反弗骂的时候 然后他们强制驱离 才会受伤 所以这个两阶段 而且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问得很清楚 7点15分攻入行政院 其实国安局也证实说 21号就接到这种资讯 说有可能会进攻行政院 但是行政院毫无准备 毫无准备 23号真正进去了 王卓军开始紧张了 紧张什么 怎么会行政院被攻进去 然后开始在调度人力 江仪化7点半 这是重点 江仪化7点半 亲自打给王卓军 江仪化下的命令是什么 要在凌晨之前 全速驱离 强制驱离 这是江仪化 今天报纸也都出来了 这是我问题 所以包括李四川秘书长 包括王卓军 今天都证实这件事情 7点半打给王卓军 江仪化亲自下令 一定要在凌晨之前 全速驱离 那驱离就开始发生这种事情 就说包括静坐的同学 包括这个手勾手 那高喊和平的同学 他们都强制驱离 所以才会有后来开始 我们这些镇保警察 也开始按捺不住了 甚至我们当天 有到场的立法委员的同仁 他说什么 很多人跟他们讲 很多警官跟他讲 如果今天没有驱离 回去吃点滴 就是王卓军刚才讲的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驱离完成的话 那你回去官都不用做了 所以开始有这种画面出现 就很多的保安或是镇报 开始出现 然后拼命用这种手段 包括拿着警棍 拿着奇眉棍 还有今天我带来这个 这个叫甩棍 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这是整个都是钢的 那这是什么 这是霹雳小组专用的 特勤 特勤 他们捅人 打人 这个打下去 会不会受伤 我想史医师在这里非常清楚 所以为什么会演变这个 其实整个 包括我们的基层同仁 其实他们是好几天 都守在立马院里面 相当累的 那为什么会有 集体失控的现象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江仪化下令 因为江仪化下令说 清晨以前给我清干净 清晨以前一定要给我强制驱离 否则为你们试问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整个警察同仁 控制不住情绪了 开始才会有这么多 让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血腥画面 那这里有没有执法过当 其实非常清楚 今天警政署给我们一直说 他们是根据警察执行 职权刑事法 然后依照这个完全依法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警卸使用条例 规定得非常清楚 只有你自己受到 清害的时候 你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时候 这是警卸使用条例 第四条规定得非常清楚 只有警察发现说 生命有安全之余的时候 你才可以使用警卸来保护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画面 包括用盾牌推打这些同学 包括用这个奇棉棍打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面 刚刚大家都有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女学生 这个部分 这个是最扯的 她是一个女学生 她干嘛 她当时的情境是 全部躺在地上 手勾着手 高喊 没有攻击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 今天王州警员说 他们都没有攻击的动作 但是她说 在妨碍他们警务的进行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们看这个女学生 她后面是一个奇眉棍插在这里 所以她的手是反反反 然后有一个绳子 扔在她的脖子上 这里有1 2 3 4 5 5个人围着一个 这个没有使用 警卸使用过当吗 这个没有非法执法吗 这个非常清楚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是 我们今天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要求王州警 把这个事情报告清楚 立法院也做了一个决议 怎么样 我们要成立调阅小组 要把所有的录影带 搜证录影带 所有的监视器 还有所有受伤人 全部调出来 然后我们要一样一样查 那结果我们发现 最主要的真正节点还是在哪 还是将一化 在7点半打给王州警 下的这个命令 全速驱离干净 在清晨以前 完全给我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指令 那换句话说 这个不是警察执法的时候 因为推挤 或是因为个人的情绪失踪 它绝对不是一个个案 而是整个命令 就是这样下打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这些警察同仁 开始有这些思绪 有这些脱绪的行为 然后变成一个集体行为 才会有这么多人受伤 而且我要再强调一次 所有这个被打的 头破血流 血流满面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上去行政院楼上的 没有 通通是坐在地上 和平抗议的这些学生 或是民众 那结果这些人 反而是警察驱离的重点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警察国家 这才是我们要追究的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违法就一定要面临 这样的一个暴力相向吗 警方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来马上再回来